歡迎聲音發起相,我是山尤其 柯文哲青上火線公布了三份 柯文哲完勝賴清德 跟侯友宜的民眾黨內參民調 結果被外界質疑,根本是魔改民調 這灌水也灌太兇了 而且本來是要羞辱侯友宜的 結果自取其辱嗎 但是昨天下午民眾黨也舉行 記者會反嗆 說這個民調本來就都會有家權 而且民眾黨這三份民調 才是坊間最準的民調 而且還批侯友宜,現在怎樣 是沒有柯文哲,就選不下去了嗎 這個只會自我催眠 卻不敢面對檢視 結果今天國民黨籍的前總統馬英九 就跳出來讚加全民調 說這樣才能夠讓民眾黨的支持者 心服口服 而且之後韓國瑜也跟上了 也支持全民調 那這下好了 這是不是狠狠地打臉了 侯友宜跟朱立倫呢 而且支持者也傻眼了 那我現在到底要聽誰的呢 好,再加上 柯文哲這段時間以來 由於在私底下都狂挖 國民黨的牆角 一直偷偷地去說要約 國民黨的小雞們來見面 那希望小雞們能夠去說服朱立倫 能不能夠讓柯文哲來站台 現在再加上馬英九登高 一呼,國民黨的分裂會不會因此而加速呢 但是談到了藍白河呢 其實這個柯文哲昨天到台南去廟口 這個演講的時候 他也提到了 他說最近講到藍白河 就會有人笑他 說呢 這個你要當政的 那你要出錢嗎 那總統選舉 應該至少要20億 柯文哲說 我又不貪污 哪來的錢呢 所以柯文哲最近 就瘋狂地要跟郭台銘約會嗎 甚至呢 民眾黨的副秘書長 許甫都改口了 說現在連柯郭沛都又有可能了嗎 好,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的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王一傳老師 大家好 國民黨桃園市議員林濤 幼稷姐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大家好 民進黨新聞市議員卓冠廷 幼稷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財政專家邱米寬 幼稷好,大家好 好,我們就先來看到 本週的震撼彈就是柯文哲 拋出的三份民調 原來根據民眾黨的內猜民調 柯文哲現在是完勝賴清德 跟侯友宜都第一名 甚至還贏格賴清德 有8%左右 好,所以外界就績笑說 這是科學家權 還是魔改民調 但是科辦發言人陳志涵 昨天在記者會上 就痛批說 這種說法太荒謬了 方皆每一份民調都會家權 而且還痛批 國民黨自己沒自信 堅持要把侯科綁在一起 怎樣 侯友宜沒有 他有柯文哲就選不下去了嗎 那如果侯友宜現在民調最高 你為什麼不公開讓大家檢視呢 不要只是自我催眠 卻不敢被檢視啊 那這個科辦總幹事 這個黃珊珊 則是出來 扮演白臉嗎 他說 如果無心藍白河 我們何須在民調裡面 強調整合成功呢 他講的是什麼 是這個問卷裡面 有特別提到說 明年的總統選舉 如果國民黨跟民眾黨 整合成功的話 然後就以下的組合 然後這個組合裡面 就是郭台銘如果也參選的話 好 那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那中廣統統選長 趙浩康就不滿的說 你在這個時候提出來 到底什麼意思嗎 你要合還是不要合 結果罵了半天 還是勸柯侯平心靜氣 坐下來談 繼續被打臉嗎 然後呢 這個趙浩康還恐嚇 柯文哲 你獨立參選 也不會贏啊 民眾黨頂多也是拿八席 十席不分區啊 四年後你可能還是泡沫哇啦 好 然後呢 這個前總統馬英九 今天也拋出了這個震撼彈 他說 我也勸侯友宜朱立倫 你們就接受全民調吧 這樣才能說服中間選民 跟這個 柯文哲的支持者啊 但朱立倫呢 這個現在不甩馬英九的 這個拍板 說還是要比這個政黨支持度 好 那這個 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這個下午的時候 韓國瑜也參戰了 韓國瑜也力挺全民調 所以接下來國民黨會不會真的 接受全民調 那我們就來看 那藍白到底這個會不會合 如果不合的話 真的會踩死國民黨的小雞嗎 馬辦發言人蕭旭成說呢 朱主席呢 頻頻收到小雞去問 說柯文哲 可不可以來幫我們站台 如果藍白不合的話 蕭旭成還說 國民黨的立委選情 恐怕會受到衝擊 好 那這個 今天甚至呢 還有這個媒體人評論 說呢 如果藍白不合的話 踩死雙方的小雞 最後民進黨的國會 是還有機會可以過半的嗎 好那所以呢 侯辦的副召集人 謝榮介就說 哎呀 所以我們還是會等嘛 藍白不合 我們會等到19號啊 但是同時啦 我們也會準備 侯友宜的副手人選 開始進行徵詢 哦 還要等這個柯文哲 等到19號啊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 柯文哲真的 這個會 要藍白不合嗎 柯文哲現在看起來 顯然是買了這個雙保險 為什麼呢 柯文哲昨天到這個 台南廟口開獎的時候 他說 每次問到藍白不合 我就被人家譏諷 說你要選正的 啊你錢自己出啊 他說我又不貪污 我哪來20億啊 而且呢 這個前一天還講嘛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嘛 他說郭台銘以前 被國民黨氣都氣死了 以前贊助國民黨很多錢 那有一天你要把他幹掉 就講壞話 說政治上 我就很不喜歡這樣啦 那這幾天喔 這個會談 我們其實也沒什麼柯郭配啊 但是有柯郭和 那為什麼一定要找 郭台銘和呢 20億 是不是這個超能力 這個對郭台銘來講 應該不是難事啊 難道是柯文哲 一直瘋狂去找 郭台銘約會的原因嗎 民眾黨的副民主長 許甫甚至改口 他明確地表示說 這個郭柯配是不可能啊 但是柯霞配合 柯郭配 現在不無可能喔 但是呢也有媒體爆料 說郭台銘在跟柯文哲 會面的時候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說如果我不選到底的話 我真的會被笑 所以到底是怎樣啦 就請教學位啦 今天喔 這個連不只馬英九啊 連這個韓國瑜都跳出來 支持這個全民調 那你怎麼看 其實我在兩個禮拜之前 在這個節目裡面也講過嘛 那個國民黨的底線 就是全民調嘛 可是全民調到底要怎麼比喔 這個很重要啊 對不對 那個那個 科學家權出來之後 大家也很怕嘛 現在全民調到底是怎樣 雙方的誠信度很重要 因為柯文哲一路走來 變來變去對不對 他今天也跟你講說 好全民調我跟你比 那問題是怎麼比啊 對不對 如果還是用這種科學家權 科學魔法的話 那誰跟你比全民調嘛 真的贏48變輸8% 對不對 你這麼厲害 對不對 那個陳志涵還出來講說 哎呀 國民黨沒有自信堅持 要跟侯科綁在一起 誰跟你說堅持 要跟侯科綁在一起 對不對 現在是大局為重 那個陳志涵還出來講說 哎呀 國民黨沒有自信堅持 要跟侯科綁在一起 誰跟你說堅持 要跟侯科綁在一起 對不對 現在是大局為重 就像韓國瑜講的 何則兩立分則兩害嘛 對不對 這韓國瑜他挑出來 他說他支持 問題是他怎麼支持 對不對 這個我是覺得說 馬英九做事 真的 他講說怎麼基層很焦慮 基層很急 我看是你比較焦慮吧 對不對 不是啊 我覺得很奇怪啊 民眾黨已經把全民調做出來 我柯文哲都第一名 我還贏賴清德8% 所以你現在為什麼 柯文哲他就是知道說 可能你國民黨最後就是好 我答應你全民調 所以他就乾脆把他自己做的 內參民調丟出來給你看 我贏這麼多 我連賴清德就贏了 所以你接下來 我說實在你接下來你說好 大家都支持全民調 對不對 全民調怎麼做嘛 對不對 國民黨這邊其實早就有盤算了 他說如果真的非得到 全民調這一步路的話 那五家民調公司 這五家民調公司 要怎麼產生嘛 對不對 其實國民黨有附案 就看柯文哲答不答應嘛 柯文哲現在丟出這三家有沒有 就跟你說你看這三家都我贏了 他就是我會跟你打在頭上 五家你就已經等三家說我贏了 對嘛 剩下那兩家在你賢 現在已經三比二了 我扣完之後第一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這個想法 這種思考模式 難道大家都不知道嗎 所以國民黨好 你現在既然說丟出這個全民調 我同意 那問題是全民調要怎麼做 大家也都知道 包括很多洪永泰教授 尤英龍教授他們都講了 還有戴力安也講了 你今天如果要全民調的話 手機絕對不能超過三成 那手機不能超過三成 這比較會接近40對不對 那問題是你柯文哲答不答應 這個又有一些疑慮 你看他們出來講的那個陳志涵 還有他們講的話 還有那個黃珊珊講的 還有那個徐福講的對不對 你看他們說的 外表是說 現在這個遊戲規則要我來定 對不對 我們的家權才是全方間最準的民調 可是我現在 我聽到的消息是 朱立仁到目前為止 對全民調是NO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馬英九就是因為 試圖跟朱立仁去說服他 說服了很多次之後 沒有辦法說服啊 所以乾脆他焦慮啦 所以才拋出這個震撼彈 公開勸什麼諸侯 你要接受全民調對不對 他說他的意見是說說服中間選民 跟柯的支持者 那我也認為其實全民調不妨一試啊 問題是這個遊戲規則要怎麼定 這才是後續你要增值的一些東西啊 對不對 因為現在基層說實在很焦慮 可是國民黨我覺得國民黨很爛就爛在什麼 你知道嗎 都不會趁勢追擊 我經常說選舉就是一個世頭嘛 你要站在那個世頭的浪頭上嘛 一口氣就把敵方殲滅啊對不對 那個浪一過去不是敵方都不見了嗎 就覺得你站在上面 你看柯文哲現在我講說他那份三分民調叫做入侯民調對不對 說實在難道國民黨沒有被侮辱嗎對不對 當然啊 你經常說我的黨的支持度多高又多高 我的民調地方勢力多強又多強 做出來的民調輸淺淺你有看 而且更誇張的是人家有那個勇氣對不對 不知道誰給他勇氣我也不知道 他的民調出來是連賴清德都幫你打趴 你看 所以我說勇氣十足啊 真的 對那你好不容易 你這些侮辱侯友宜的說法 已經出來 基層炸鍋嘛 基層就開始說你就跟柯文哲戰嘛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股氣對不對 氣起來之後你就趁著那股氣一次把柯文哲打趴 不敢就不知道 還一直吞亂尤其是朱立倫 一個黨主席 確戰 懦弱 對不對 你要談可以談 我說實在有時候談是因為怎樣 我要用勢壓過你 我勢比你強的時候你要不要來跟我談 這個才是談判的一個利基點嘛 那問題是哪有人家談判 一開始一直弄軟對不對 人家說火車開走啊 你還說我要開加班車而已 所以我就跟你講 人家就知道說 你一個藍白盒 你要分裂國民黨的破口 就是朱立倫啊 所以你看朱立倫是不是一直變成人家 那柯文哲再刷你給你吃嘻嘻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朱立倫 真的你該行了吧 對不對 那你現在說真的 你能不能把這些人的意見全部都談起來 對不對你要去你你你你雖然是主談代表 柯文哲也說跟你談 那侯友宜就想說你如果要跟他說你就不要來跟他說了 你叫朱立倫來說服我 朱立倫變成兩邊不是人 你看這邊把侯友宜說服之後去說服柯文哲 柯文哲說不要 柯文哲說好之後他再回去跟侯友宜說 那侯友宜說不要 你看朱立倫你這個兩邊穿梭你到底搞什麼 他也是自取其辱啊 對啊我就跟你說你跟隨便隨便 你是跟你的臉不清晰 所以跟你講說你在侯友宜這邊 你應該凝聚黨裡面的勢力意見 有沒有談好之後 好啦那你馬英九說要全民調 那馬英九你的全民調的方式 是什麼 你要不要提供給國民黨裡面參考 你韓國瑜現在出來講說合則兩立分成 怎麼合 韓國瑜你是不是要提供你的意見 不是只有一個嘴巴說而已 合得簡單 從三月合到現在 能合早就合了嘛 所以現在就是告訴你說 你全黨要去研議一個全民調的一個方案 怎麼樣的全民調是接近40 我是講40 不是說你國民黨我們贏 是比較接近40的一個民調 如果這個民調出來之後 無懈可擊或者說贊成的比批評的還多 那這個全民調閉下去也怕什麼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侯友宜也不是沒有希望啊對不對 那你如果覺得說 馬英九覺得說這個前主席出來教訓 現任主席出來幫你拍板定案的話 那我是覺得說 那你馬英九真的你要付出責任喔對不對 現任的主席不敢扛這個責任 你前主席出來幫他扛的話 那你前主席出來扛對不對 如果現在如果真的 你如果我是覺得說其實也不用擔心啦 就像趙少康講的 你柯獨立參選你也不會贏嘛 我也一直講說 陳自然說他們會贏啊 那都壯膽的嘛 拜託他們現在已經贏賴性得8%了對不對 恭喜你 如果是真的這樣的話 那你說選到底 你也不要理國民黨什麼全民調 那不合嘛 你的民調 那我就跟你講說 你如果去廟的 你拜這尊信對不對 你Q簽跟你說你我們贏的 你就身信不疑 那其他廟都不要贏 你就拿這支簽 司機一樣說 說我們贏的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今天我一直講說 民眾黨一直說 他的那個不分區可以拿8到10席 我之前我也分析過 你今天考文哲到最後選舉的時候 你如果沒沒太早沒落 我不相信你的政黨票 會有到8到10席啦 說實在這個說實在 而且我們看過台灣的那個政黨 已經走向兩黨跟 政黨政治的那個路線 你看有多少黨 之前也是宏集一時 現在我們在在對不對 民眾黨不會把國民黨 整個吃下來嗎 我光縣市長施錦 你看現在這個情形 已經分裂 這個馬英九出來之後 不會加速國民黨的分裂嗎 沒關係 馬英九跟我說 沒關係 我相信總統給你做 從副總統以下 全部都國民黨的 這樣啦 看你總統要怎樣 只坐在那裡 每天坐在那裡 自爽自嗨 我總統我總統 只要出不了總統府這樣 對不對 立法院 行政院 所有東西全部都國民黨的 看你要不要嘛 我光縣市長施錦 你看現在這個情形 已經分裂這個 馬英九出來之後 不會加速國民黨的分裂嗎 沒關係 沒關係 過天我後放棄了 馬英九跟我說 沒關係 總統給你做 從副總統以下 全部都國民黨的 這樣啦 看你總統要怎樣 只坐在那裡 每天坐在那裡 自爽自嗨 我總統我總統 只出不了總統府這樣 對不對 立法院 行政院 所有東西全部都國民黨的 看你要不要嘛 所以就跟你講 哎呀 沒關係啦 真的 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反正 10月24號 是最後登記截止嘛 對不對 你待之前的話 你就看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接受全民調啊 那接下來就談說 你全民調要怎麼比嘛 對不對 大家又開始增值 我是覺得說 這個增值下來 如果說雙方沒有坦誠不公 沒有那個誠信度 沒有互信基礎的話 說實話這個要談下去 也是很難啦 來 益川老師怎麼看 今天一大早 馬英九都拋出震撼彈 還好這個就全民調嘛 就比比看嘛 這樣才能夠說服 中間選民跟民眾黨的支持者 就到下午 韓國瑜也跟進了啦 那這個 他們為什麼會 這個要支持全民調 是不是在指責說 如果藍白不合 你朱立倫跟侯友宜 你要負責任嗎 剛剛是這樣啦 然後再加上說 這個柯文哲耍音招嘛 現在表面上是這樣子 這個 反正就是玩這種兩面手法 可是私底下 他卻一直去找國民黨的小雞 要約見面嘛 那國民黨小雞 現在也不爭氣啊 也跑去跟出立倫講說 那還是讓柯文哲 可以來幫我們站台 所以看起來 侯友宜四面楚歌耶 所以益川老師怎麼看這個狀況 而且比什麼民調 民眾黨三份 這個全民調都做出來了啊 而且他已經講 這三份民調是 坊間最準的民調 還要再比什麼全民調 所有問題都跟著於電話啦 國民黨叫電話犯衝嘛 侯友宜叫椅子犯衝嘛 侯友宜是優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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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都要刷椅子嘛 啊國民黨就是電話嘛 侯友宜進行靠的郭台銘 是否都絕不通 對吧 現在消息成靠金浮沖絕不通嘛 消息成靠金浮沖絕不通 你叫陳志蘭給你電話購買嘛 陳志蘭有金浮沖的電話啊 還是政府中最近換電話 對不對 你問一下 你不能掛股的電話 靠靠靠靠 跟外國說 靠靠都靠不通 消息成今天講的民調 全民調三個全台灣都聽到 對 就是靠電話問說 什麼人要代表藍白正義嘛 這麼簡單 無關後面 到阿波台都對起來嘛 好 可是消息成講的問的題目 跟柯文做的題目是不同的 消息成問的題目是說 侯科對內銷 柯侯對內銷 這題目也夠簡單嘛 對 所以柯文哲 掌營公布的那個民調 不是這樣呢 他們沒有要合 柯文哲的民調就說 柯對內 侯對內 就是說 什麼人贏代表 其他就站旁邊看了啦 我柯文哲人贏 你侯友你下課 你不要插啦 我來處理了 這跟柯文哲幾個月前的想法 是一模一樣 柯文哲從頭到尾 都沒有改過 所以說什麼火車 火車進行是火車已經到車站嘛 到了之後 他叫黃珊珊先坐到旁邊去 留一個位置給侯友宜嘛 無三個位侯友宜不上車嘛 無三個位 依然侯友宜辛苦 有什麼味道嘛 不要叫他坐嘛 火車已經過車站 就開跑了 就叫黃珊珊坐回來 柯文哲的旁邊嘛 這邏輯就是這樣啊 所以 今天 全台灣 聽到全民調都覺得 馬英九說的這句對 國民黨的支持者也說 馬英九說的這句對 可是接下來 剛才學會又說的嘛 題目要怎麼用啊 什麼題目啊 第二 手機要用多少啊 對 我問你啦 馬英九有沒有做民調 馬英九一定沒有做民調的嘛 馬英九做民調 而且馬英九有把握 給侯友宜贏了啦 不然他不會說這個嘛 馬英九如果做民調 做到說柯文做贏了 馬英九也 閉起來他也不敢說 他有把握會贏啦 馬英九對侯友宜很有信心啦 但是 手機跟室內電話要急比急 這就又玩一頭了 對啊 題目玩一頭 然後呢 這一個比例玩一頭 第三民調公司也玩一頭啊 今天 柯文則說的那三件事 國民黨說得很糟糕 怕那些事情沒有捏下去而已 其他兩件都捏下去了 所以民調公司就還完結了 好 現在要怎麼合併 要怎麼算 他還完結 這完結我看 這個 剛才學會又說 大家來討論研究一下 我判斷 還是我按照學校做研究 這個地方差不多三個月 大家一月底 一月底差不多 有一個提案就對了 這要研究什麼在這邊研究啦 就是做下去就對了啦 嚇三個月啦 國民黨不用怕啦 所以 今天韓國的支持 第一做帥支持的是台中的啦 台中有四隻小雞 那名字我都抓不出來 他跟四隻小雞 每天對到盧秀燕後面 這盧秀燕受益人說的啦 所以盧秀燕說的啦 街人謝國良 謝國良說了韓國語說 韓國語說了會比較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的 會比較化工 韓市長我們支持你 許曉鑫 張之剛 還有 羅志強 李明選 張志倫 全部都是戰鬥人 所以現在來看趙少康 好來 現在現在縣市長 徐貞會不會表態 王惠美會不會表態 這個黃銘會不會表態 那如果分任賣 因為分任賣 現在在等朱立倫 提供不分區 他如果搶朱立倫 張家駿都不用做 所以 雲林的不會表態 各個縣市長 兩禮拜前嚇連署而已 15個縣市長連署 哇 現在他又要表態了 這拐步下去後 國民黨可能 搞不好 會實質上 大家對朱立倫 對侯友宜會有實質上的分裂 這都很有可能 這些小雞 國民黨這些小雞 中增度很低 他們都覺得自己最厲害 他們知道國民黨的組織多強 他們都不知道 國民黨什麼小組長 組織很強 這些人如果都不聽人 你也要下課 可以這些年輕人 這些戰鬥人 因為什麼 因為說我要選 柯文哲要來支持我 是我自己利害 柯文哲要支持我 我就贏了嘛 問題是 站在朱立倫的立場 朱立倫你要兼臂親爺 朱立倫你不能放縱 這些小雞沒有忠真度啊 你就要散步下去 誰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我就開除黨籍 組什麼連線 國民黨要提名 侯友宜還要組什麼連線 莫名其妙 朱立倫 你如果不敢說 這些小雞 一個一個密度 韓國瑜的後面 大家都現在按讚 大家都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整個之後 會翻一下啦 所以對朱立倫來講 你真的要認識 好 最後我再講一下就是說 郭台銘 郭台銘 叫柯文哲 這個合作已經是定局了啦 但是他們的合作不會是正副總統配啦 對郭台銘來講 郭台銘 他在中間承認柯文哲 郭台銘就沒選了 阿強就沒壓力了嘛 那郭台銘又可以在中間扮演 關鍵角 郭台銘做行李人嘛 他知道他說 他這團去上柯文哲 他會得到好處嘛 他去上侯友宜 侯友宜的根本就不可能 插郭台銘了嘛 所以對郭台銘來說 他不會選 但是他會去支持柯文哲 這一局大概就已經成形 如果這個組合成功 男人的小雞跟空 也要叫他這組去倒伏選 林涛怎麼看這個 益川老師的說法啦 而且今天這個 除了馬英九說韓國瑜 韓國瑜都跳出來 要挺全民調了 那朱立倫今天還在什麼 還在講那個什麼 什麼德國版本是不是啊 就個人跟政黨 對啊那現在到底 這個國民黨要怎麼選擇 那今天馬英九高呼 尤其是韓國瑜 跳出來之後 現在這個國民黨 內部的這個支持者 到底比較傾向 這個誰的說法啦 他們到底要聽誰的 那你怎麼看啊 那昨天你說 這個希望這個民眾黨的 這些戰狼小姐姐們 要這個好好的想一想 可是今天他們回應你說 你們不要這麼沒有自信啊 你們這些小哥哥們 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那您的回應 他是說大哥哥 大哥哥啦 不好意思啦大哥哥啦 但是我必須 等一下我來回應 基本上現在你看到 朱主席提出的版本 是最站在侯市長的立場的 他的這個日跟德 是跟侯市長充分的來討論 所以呢今天在現在這個影片之下 朱立倫面對所有人要講這個 全民調的部分 他還是挺著為什麼 跟侯友宜過去的共識 就是我們要全民調 但這全民調一定要包含 個人跟政黨的支持度嘛 說真的你今天一直在討論一個 單一的守守的球數 那請問這個球手上 投手上 投手丘 難道不用捕手 一壘二壘三壘手 做最好的搭配嗎 當然要嘛 所以今天臺灣民眾黨 一直把全民調這三個字 搞得很混 兩個層次 第一個他們的全民調 是有前提的 剛才學偉哥聽到了嘛 提到了嘛 你不要一直堅持你手機要多少 說真的你去年九合一選舉 臺灣民眾推出講說 我們這個手機民調最科學了 一定要看手機的民調 結果呢 手機的民調全部都黃珊珊 第一名或第二名 結果是什麼 黃珊珊第三啊 所以你一直堅持那個手機的民調 不是你口中講的科學嘛 真正口中講的科學 是九合一民調的封關民調 跟最後出來的結果 最穩合那幾家民調 目前看起來是全市化 而且手機有這個母體的樣本 沒辦法掌握的狀況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 臺灣民眾一直在混用 全民調的概念 因為他們的全民調是有前提的 第二個我們必須要講 現在是三個版本 我們必須要很快的釐清 馬總統是侯科加科猴 對比賴蕭配 這是他的全民調 臺灣民眾黨的全民調 不是像今天陳志然出來講說 我們謝謝馬總統支持全民調 他的全民調不同 他的全民調是科猴分開 對於賴的支持度 跟馬總統根本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必須要講 這些民眾黨的主戰派 根本在誤導民眾 你的全民調 根本就跟馬總統全民調不一樣 那國民黨的全民調 才是所謂的個人 加上政黨的支持度 我覺得這三種全民調 都叫全民調 可是內涵各有差異 一軟老師有講 民眾黨全民調 可能老人兩票算一票 年輕人一票算五票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這個民眾黨的主戰派 一直要出來誤導大家 說都是你不接受全民調 你不敢 我現在才要請問 過去民眾黨不是很 講得很大聲 我們要置外於藍綠的 第三種選擇 我們臺灣民眾黨 最能夠受到臺灣民眾選擇 那現在要做那個政黨民調 說不要不要 我怕會輸 不是這跟你過去講得不一樣 你不是對臺灣民眾 這些主戰派 不是對臺灣民眾 特別有信心嗎 那現在要跟國民黨做政黨民調 怎麼不敢 怎麼收回去了 對不對 所以這是我們覺得說 過去主戰派跟現在最大的差異 另外一個部分 我必須要講 這些戰狼小姐姐們 連日的對外 我都不確定他們 能不能代表柯文哲 因為基本上他們就是叫做 他會聽命柯文哲 對啊 他們躲在柯文哲後面 在那邊自視的叫囂 我說真的 我現在看到 因為現在的藍白河 希望方式是符合六成民眾的支持 希望聯合政府 然後把這個臺灣第三波民主化 這最好的民主的典判 兩個政黨來結合 共同來討論 可能的新的民主新業 可是我看到這些戰藍小姐姐不是 一天到晚不是講你個人 他都不講 我看連柯文哲都不管 柯文哲不管 政黨也不管 全民的期待不管 全部都在 都在站 出來站 大小聲為什麼 因為呢 我就覺得好像是他們只關心他們自己 藝人得到 今天我一定要柯文哲當總統 我才能雞犬升天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我跟你講 他當然關心他自己 他關心林濤幹嘛 沒有 我們 我跟你講 國民黨最大差 是因為我們國民黨的縣市首長 我們的民意代表 我們受到民意的洗禮 你們這些戰藍有什麼 受到民意的洗禮 說真的 不是你們哪幾個戰藍小姐姐 有什麼民意的洗禮 根本沒有 對不對 在那邊大小聲 所以我說這一件事情 回到現在 就是怎麼樣 就是大家好好的討論 如果是全民調講好 不要射前提 你不要堅持手機 因為手機 目前有母體 沒辦法掌握的狀況 再來 我們覺得藍白河的個人 跟政黨 都要一起來考慮 你還在等什麼 你們還在怕什麼 還在等什麼 來 就請到這個冠婷 這個 大哥哥生氣了 可是戰狼 這個小姐姐說 說這個大哥哥們 沒有走出過家門 沒有看到世界 發生什麼事 要多聽聽這個世界的聲音 那剛剛這個 看起來林濤也是主戰的嗎 你們有走出家門 你們有在外面這個看過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可是對柯文哲來講 他有想要藍白河嗎 柯文哲你講 誰說我沒有錢 他一天到晚 跟郭台銘約會是要幹嘛 跟那個林濤是少數國民黨 腦筋清楚的 剛才點出了關鍵事實 關鍵事實 他剛才那句話我把它翻譯 就是陳志涵你幾票 我林濤是桃園第一高票 你用來揣算 你揣算 你揣算 你說你要讓父上加油 翻譯一下 林濤有票 陳志涵你有票 你們去跑團你們幾席 我們幾席 我幾席 國民黨比你大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國民黨現在 我還是有點一廂情願 一直在講藍白河 藍白河 今天在那邊民調等等 柯文哲的訊息還不夠明確嗎 男女或是一對 男男也可以 女女都可以 現在很多元開放 現階段 人家要跟你分手 已經連送三封分手信了 送了三封分手信 一封兩封三封都送來了 然後國民黨現在還在講要藍白河 我先講 這三封有兩封是舊的 我講一下 一封就是連續放出三份 碾壓侯友宜的民調 對 第二封是第一次 大辣辣的 跟郭台銘密會 不是密會了 是說SNG車都在樓下拍 通知大家 我跟郭台銘見面 第三封信是新的 我先講 柯文哲公布了新的廣告 廣告的重點 就是最新的分手信 我們看一下這個廣告 上面寫了什麼 首先呢 第一個 告訴大家藍白 沒有要一起選 我們看喔 上面有一張選舉公報 柯文哲的第一個 有人關注焦點是 他的副手是長得像黃珊珊 不管是黃珊珊 總之這一個人 絕對不是侯友宜 第二號人物 這一個人是侯友宜 海邦侯友宜的副手也選好了 聽說有人說 這個有點像柯智 很像啊 蠻像的 有一點略像略像 第三個看起來 是賴清德的秀髮 這看得出來賴清德頭髮 所以柯文哲的 這CF什麼時候拍的 再怎麼樣 再怎麼快 一個禮拜前吧 拍完之後 放到這個時候把它公佈 就是告訴你國民黨 我們準備好了啦 印在同一張選標上 沒問題 但是是兩組候選人 再第二個 他告訴你說 欸欸欸 羞辱你國民黨啊 看上面 來我們看這圖 上面有一幕啊 講說 2016年 他16歲 你說換料 無能的 他會更好 2016 無能的是誰 在講馬英九 馬英九 馬英九 現在出來幫民眾黨 戰俠 你的抱怨喔 拿那個鹽酸 在傷口上撒 不是鹽而已 是鹽酸 無能的馬英九 讓人想到邦伯了 是誰 我說真的 所以馬英九很可憐 今天還在那邊講說 熱臉天冷屁股 要國民黨全民調 欸欸欸 柯文哲這樣講什麼欸 無能的 所以 欸這分手性很明確了吧 再來喔 說真的 副手是黃珊珊的意思是什麼 跟大家講 我今天啊 柯文哲選自己的了啦 對 國民黨大家不要再談了 欸跟我回來講 前面兩封信喔 國民黨如果大家這麼健忘 回想一下嘛 這三個民調 碾壓侯友宜 的民調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柯文哲最厲害啊 對啊 欸我柯文哲最厲害啊 我現在已經贏了耶 他們本來的戰略目標喔 希望嚇倒民進黨 也嚇倒國民黨 結果我跟他講 這事與願違 第一個我們民進黨 沒被嚇到 尊重尊重 尊重尊重 第二個呢 我看國民黨的朋友 林濤他們好像也沒被嚇到 大家也是尊重 他唯一只做到一件事啊 什麼事 惹毛侯友宜的支持者 徹底惹毛 我跟你講 這份民調出來 我很多國民黨的朋友 他們都講一句話 你害怕你去選啊 所以柯文哲現在是在嚇猛藥 你要回到柯文哲的選情 客觀講柯文哲的選情就是 長期性的民調都在往下掉嘛 侯友宜正在往上升嘛 尤其過去兩個禮拜之內 我們內部都有做民調嘛 看各種民調嘛 三個指標對柯文哲極度不利 第一個 國民黨的支持者 揮牛侯友宜 10%到15% 第二個 自稱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下降大概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就是十幾%的狀況 第三個是 本來支持柯文哲的人 年輕的族群大幅的下降 這三個指標柯文哲有點慌了嘛 所以最近我認為他一連串的出眾手 從到學校去的時候被學生問到 有點不知道怎麼回答 罵人嘛 罵完之後罵完學生發現不對 你評論什麼 你評論什麼 改成說罵賴清德 罵陸委會 可是現階段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柯文哲他知道狀況如此 所以他提早在操作氣保 我要講重點來了 這個民調我們大家講說他嗆聲啦 這是大家的解讀 可是真實的情形 他是有戰略目標的 他提早操播一個氣保 告訴大家說 今天就算藍白不能合 也只有我柯文哲能贏賴清德 所以國民黨的朋友啊 國民黨的朋友們 你們還在想什麼啦 就是柯文哲現在做的一切的處理 都是在處理一件事就是 藍白不合之後 我柯文哲沒責任 有責任是你們 我繼續講 柯文哲今天講話 是大家聽得懂的 柯文哲只講一件事叫全民調 柯文哲在馬英九韓國瑜 講完支持全民調之後 還發聲明耶 跟大家講說 那個我很棒啊 如果只要那個 願意有全民調之後 我可以重啟來協商啊 說實在啊 他跟大家都爭笑耶 現在剩幾天剩九天 對 大家知道九天的狀況是什麼 今天就算是議員要初選啊 我跟林陶要批你初選啊 我們九天要協調 民調規則可能來不及耶 明代都來不及耶 你協調總統來得及 所以今天 今天討論這些 有點浪費時間 可是要講清楚他們在幹嘛 今天在處理的最關鍵件事情是 你不可能再做民調以外的其他處置 對 而就算談民調也會有很多爭議嘛 國民黨到今天 還在講要納入政黨耶 政黨比例耶 德國模式 他說這樣 台灣人聽不懂 可是柯文哲講的一般民調 台灣人聽得懂 所以他佔準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弄一個大家聽得懂的民調 你國民黨不要啊 如果有一天搞砸了 馬英九也支持我耶 韓國瑜也支持我耶 朱立倫侯有私心耶 所以現在我解讀這個叫做 各自備戰 為藍白不合之後 做準備 然後柯文哲甚至在現在 離選舉還有六十幾天 提前操作棄保 讓所有人覺得 讓藍白人都覺得說 反正 我最後通牒下了 我會贏的是我柯文哲 不是你侯友宜 我弄一個大家聽得懂的民調 你國民黨不要啊 如果有一天搞砸了 馬英九也支持我耶 韓國瑜也支持我耶 對啊 朱立倫侯友宜有私心耶 所以現在我解讀這個叫做 各自備戰 為藍白不合之後 做準備 然後柯文哲甚至在現在 離選舉還有六十幾天 提前操作棄保 讓所有人覺得 讓藍白人都覺得說 反正 我最後通牒下了 我會贏的是我柯文哲 不是你侯友宜 可是說真的啦 到現在為止 兩邊陣營做的動作 有幫助藍白河嗎 我說真的 我是不變評論啦 主席都叫我不要評論太多啦 可是不行 我來突發機場是要講 關鍵是 林濤剛剛那句話啦 哪句話 你們這些人你們有幾票啦 有名義基礎嗎 躲在柯文哲後面 你們代表柯文哲嗎 你看林濤他們是代表人民耶 國民黨代表人民耶 你民眾黨代表誰 你只是柯文哲的XXX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藍白要和 我真的對於民進黨來講 我最好還是要講 給我幾秒鐘稍微講一下 我們哀驚勿喜 藍白和也好 我們會努力的爭取全民的認同 絕對不會躺著穴 不會躺著穴 我們會努力 戴慶者現在很認真 我們會努力加油 不過這個也請到任俊 那今天這個馬英九 突然跳出來說 他支持全民調的時候 民眾黨超嗨的 謝謝馬總統啊 這樣就對了 結果搞了半天 那現在馬英九講的這個全民調 韓國瑜講的全民調 陳志涵講的全民調 那當然跟柯文哲講的全民調 是一樣的 反正就他們做出來 柯文哲第一名的全民調 那現在這樣就是變成說 好 就算說 因為剛剛這個冠田也講 只剩九天了 這個就算是要全民調好了 全民調用什麼樣的方式 像馬英九 朱立倫 侯友宜 跟這個陳志涵 柯文哲 完全講的不一樣 所以這個九天能夠來得及喬嗎 所以雙方到底是為什麼要 在這個議題上去琢磨 真的是急著說 哎呀 再不來的話 這個藍白就不能合 真是真心想合嗎 還是大家講的 其實每個人背後 都有他的盤算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 這幾個月 真的被柯文哲玩弄得很辛苦 我們剛剛提到這麼多的 這個擔心這個擔心那個社 以前只有大黨跟小黨在談的時候 只有小黨會怕被欺負 所以我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 現在看起來國民黨條件也很多 不過我剛剛聽學友哥講 感受得出來 其實侯友宜一直希望 這個東西有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剛剛學友哥講 你當主席朱立倫 你現在在哪裡要付什麼 我們回來看 其實今天這個新聞很有趣 蕭世成今天突然跑去 廣播節目裡面 然後講說馬英九有去提了這件事 我把時間全部還原 現在媒體報導講說 其實最早是有一個藍營的大佬 去見了馬英九 跟馬英九講說 應該要用全民調 現在有媒體講說 那個大佬叫做劉兆璇 那跟馬英九講完 就馬英九覺得不錯 所以馬英九九號 請記得喔 九號叫做昨天 跑去見了朱立倫 把這個東西講完 我相信他當時一定有感受到 朱立倫的那個態度 我說你話我做我的 所以今天10號早上的時候 蕭旭成出來講話 那代表什麼 朱立倫不是今天才聽到馬英九 說要全民調吧 昨天就知道了吧 沒錯吧 前天就知道 他就知道了 所以下午2點的時候 突然國民黨出來開記者會 跟他講說 欸沒有不好意思 我尊重馬總統 但我沒有要聽你的 我還要堅持我的 我覺得這要回應剛剛學偉哥的 你朱立倫到底你現在立場是誰 不知道 好 有趣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當朱立倫下午2點 看完記者會之後 有一個人叫做韓國瑜 突然就發了臉書 他高度支持 贊同馬英九的這個 我在想當時 這個侯友 朱立倫一定打電話給韓國瑜 欸我2點這麼開記者會 就跟你說我沒有 你敢說臉書是什麼意思 敢說吐 是給我難看嗎 結果後來發現到 不是只有韓國瑜寫 一大旅門下 剛才那個郁川哥有講了 一大旅門下 國民黨在幹嘛 這場戲從昨天到今天 欸這不是突發的耶 我們不是突發奇想耶 突發奇想是我們這裡 國民黨沒有突發奇想 他是驚奇跟驚嚇耶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場戲從昨天就開始演了 我們就回來問一件事情 馬英九現在講這些話 他獲得了 欸我們老實說 謝國良也是市長 對不對 人也支持啊 韓國瑜 現在大家說意見領袖啊 對不對 這最大腳的 人也支持啊 一些議員 我認為接下來還有啦 這些人現在站在馬英九的身邊了 那你朱立倫兩點的記者會算不算數 你不是否定了嗎 對 剛剛大家質疑講啊 講說 這個民眾黨怎麼樣 因為台湊沒有民眾黨的 我剛才特別問一下 民眾黨說 欸你們現在到底 後面要怎麼看 我給大家看來 我們他們發一個聲明 給大家看一看 不要說我們都不替人說話 那他們的聲明基本上呢 他們也第一個 感謝馬英九 再來感謝韓國瑜 對啊 第三個你看最後面 其實他有提到啦 就是說如果願意用全民調 用馬英九這個方式的話 就恢復政黨協商啦 但我知道大家一定講空話 大家說啊你這空的啦 對不對 你柯文哲這麼有算計 我就講啊 你知道心理學上面 有一個叫做巴夫洛夫的狗 你知道嗎 他叫做制約啦 聽到什麼他就有反應 你知道嗎 我看國民黨現在就變成一架 巴夫洛夫的狗你知道嗎 聽到柯文哲 哇哇哇哇 開始喔 柯文哲民眾黨說 喔喔喔喔喔 快點快點 要有反應 可是回來我就問 我問一件事啊 因為剛剛提到說 民眾黨他這個要全民調 我其實剛剛特別問了 那你們接不接受馬英九的方案 柯文哲當時用那個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國民黨一直很生氣說 你民眾黨丟那三份 你這個加權加權 你那麼在乎他幹嘛 你就不要相信他就好 你幹嘛一直去罵他的三份 因為大家都在笑那份民調 對嘛 你們自己也有你們的民調嘛 對 那也沒關係你就笑他 你不理他 好那我現在問一件事 第一個第一個 我請教國民黨 國民黨接不接受馬英九的說法 這是第一個嘛 因為如果你接受了才有後面 不然你剛才賣那些都沒有意義 你剛才賣那些就沒有意義 你去罵那些沒有意義 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提到說民眾黨可能什麼加權 或什麼 因為柯文哲當時他那個三份民調 這個傷害性不大 侮辱性極強 你看不起我們國民黨 大家不會這樣 那回來接受 如果用馬英九的這個 民眾黨的態度 如果今天告訴你講說 我們接受馬英九的這個題目啊 但我不讓了 我幹嘛讓 有遊戲規則 你們大家 你們管齊長也齊齊 我如果贏他 我不會贏他 你國民黨要怎樣 我們講 如果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 還在回在原來的那個態度裡面 一直沒 你那麼在乎 戰狼小姊姊幹嘛 算了不是他們 所以我覺得現在其實 老實講 因為剛剛講到那些科辦 誰的發言 確實他們很搶 但是他們搶的是沒有馬英九 現在有馬英九 他現在態度 告訴你講說 馬英九這個全民調 感謝馬英九 感謝韓國瑜 哇天啊 這兩個很民眾黨 你知道嗎 剛才加入民眾黨 叫國民黨 叫他吃豆腐的 所以我就回來問 就是第一個 我覺得國民黨 應該要現在看 你的地方諸侯 現在是在告訴你 黨主席朱立倫 你下午2點鐘 開的那個記者會 因為我們不是很OK 我們寧可接受馬英九的 如果民眾黨把態度也改了 說OK這樣 那我們就不要什麼 讓不讓的 那我們就回到了 這一個題目裡面 那你國民黨 要不要接受 我還是追問一下 益川老師 剛照這個仁俊的說法 這個民眾黨 不只是感謝馬英九 韓國瑜 而且現在願意接受 馬英九他所主張的 用侯科配 或者是科侯配 跟賴清德 跟賴蕭配來對比 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這樣國民黨 應該要怎麼樣 這個接招 而且剛剛仁俊也講 國民黨 你何必那麼在乎 戰狼小姐姐們講什麼 那為什麼國民黨 那麼在乎 而且馬英九為什麼跳出來 是不是因為馬英九 也感受到了 國民黨的小雞們的 那種焦慮 聽說國民黨小雞們 還跑去找這個朱立倫 欸 嘿 主席是不是可以讓柯文哲 幫我們贊財 我夠沒有骨氣的啦 你怎麼看啊 不是國民黨的小雞 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喔 不管是侯友宜選 或者是柯文哲選 你們兩個說得好就好 就這樣 國民黨的支持者 國民黨小雞 也都可以接受 在一個公平的制度之下 推出來的共同的候選人 這是大家最大的共識 我相信林陶也不會反對 林陶也不會反對說 現在好啦沒關係啦 如果什麼全民調什麼 我們輸啦 就你們柯文就算啦 我們國民黨全力相挺啦 林陶也不會否認啦 林陶也不會說 沒有喔 如果這樣我們是沒有來的 一定是我們正的 因為現在沒有人敢說這個 好 那馬英九要提這個事情 我請問侯友宜知不知道 嗯 侯友宜一定知道嘛 喔 馬英九不是去找朱立倫了嗎 不是有說了嗎 不是去報告了嗎 對 那所以朱立倫早就知道啦 那朱立倫知道 侯友宜知不知道 侯友宜也知道啊 可是 今天馬英九講了這個話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朱立倫 朱立倫是下午2點 然後直接拒絕這個方案 朱立倫至少想了24小時了耶 所以做這個決定 你現在要叫朱立倫再改 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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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這些地方諸侯要造反 這些包括縣市長 包括韓國瑜 包括這些這些什麼什麼 要選立倫這些人的意見 朱立倫事先不知道嗎 一定也知道啦 一定也知道啦 對不對 不至少就打扮就是這樣 就是說 明天馬總統那邊會講 明天馬總統講完 黨中央統一發佈 你們這些立委 縣市長你們都不要講話 你們都點點就好 黨中央這裡會決定 不過不是呢 台中那四隻小雞先發爛 四隻小雞直接發聲明 說什麼 我們就支持馬總統 但是後面補一句說 但是我們也支持朱立倫 你是在喊民喔 馬總統跟朱立倫也不一樣啦 最後韓國瑜才出手嘛 所以現在看起來 朱立倫金補充 就是被一群人圍剿 不過我還是認為 他們三個一定會撐下去 而且一定會戰鬥到底 他不可能 就漏開了你知道嗎 朱立倫都是直球對決的 朱立倫不在怕 朱立倫新的也像全民調 因為朱立倫什麼 日本韓國德國 朱立倫聽沒有啦 朱立倫怎麼聽 朱立倫說要民調來 嚇死了啦 民調就民調啊 他聽不懂啦 你現在看一條考卷 他叫他像四首模式 快嚇得出來嗎 他嚇不出來 侯友也很難難 我看人家就去上課 你給他上課 沒有 侯友也很難難 要拚來拚啦 怕什麼 做事情做這麼久 你是在怕什麼 歐洲就沒在怕 穿開穿都沒在怕 在怕什麼 衝下去拚下去 不用怕 搞不好侯友也心理是這樣想 朱立倫可能擔擔 朱立倫可能說 我這樣這樣變數太多 不過我判斷 讓國民黨會繼續站下去 好另外我們當然還是要來關心 解放軍這兩天動作可大了 光是昨天一天之內 就出動了三東艦 沿著海峽中線航行 晚上還射火箭飛過了台灣的上空 而且昨天我們國防部 慎重其事的發布了這個新聞 表示說我們有在監控 可是國防部很罕見的說了四個字 就是高度警戒 上次國防部說這四個字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裴洛西來到台灣 解放軍大規模軍 也還射飛彈的時候 這一次我們國防部說 國軍現在是高度警戒 所以是不是顯示 現在台海這邊的情勢 看起來真的不尋常嗎 台海尋不尋常我們再看下去 但現在西方一致的一個看法 這場仗不好打 我們現在說三東艦 三東艦最近浩浩蕩蕩 總共十艘船 一艘航母帶八艘的軍艦 還有一艘的補給船 浩浩蕩蕩的從整個所謂的東海 移到南海 南海後面移到了整個所謂的菲律賓海 好像要穿越整個所謂的第一島鏈 到整個太平洋去 然後美國出動了兩組的航母 來護航嘛對不對 就用所謂的夾式的一個模式 就把他給夾住了 那夾住完之後呢 他現在就繞回來 又起馬腳漏出來了 跑不遠 簡單的說齁 他的補給船呢是八萬噸 三東艦一艘 加上另外洞五五 洞五二洞五四 吉他總共有八艘的一個戰艦 燒了兩個多禮拜 沒有了 那沒有了呢就回航嘛對不對 回航的時候呢 請各位注意齁 這一艘不是三東艦 這是我們的基隆艦 三東艦前面翹翹的 因為他是整個跳板式的一個 所謂的航母嘛 他在前方 在整個海中線前方的 這一艘是三東艦 較勁的是我們的基隆艦 因為我們基隆艦出去 要做整個監控嘛對不對 那現在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 只要把他的補給船打掉 他跑不遠 他可以確定他跑不遠 那三東艦跟吉他的艦隊呢 就在海峽中線以西 先說齁 不是靠我們這邊 是靠另外一邊 是靠他們大陸那邊的 在海峽中線以西 由南向北航行 簡單的說回家了 出來兩個多禮拜就回家了 那為什麼要回家呢 很簡單沒油了 就沒有油了 好另外一件事情 昨天晚上 9號的一個晚上 長征火箭從四川起飛 起飛完之後呢 他要繞到整個外太空去 他有執行的所謂的一個任務 那因為又飛越了台灣的一個上空 但先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那個是幾秒鐘的事 因為我們第一個我們的 我們是一個東西比較小 南北比較長嘛對不對 他是從上空咻穿越過去 穿越出去的時候呢 脫離整個大氣的一個速度 要高達一萬多公里以上 所以呢那個過去只是瞬間 那國防部呢他就說了 目前是全程來掌控 也在做戒備當中 這個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但再來這件事情就比較重要了 為什麼呢 日媒就說 我們台灣有很多的民氣 在幫解放軍 民氣在幫解放軍 很多的民氣在幫解放軍 先說 現在呢 全世界的精密儀器 包括了德國的 瑞士的 義大利的 日本的等等的 我們台灣做的也不錯 做的也不錯 但以先進 先進的儀器 特別是車床洗床 特殊的金屬加工 這個都還是以所謂的 西方精密機床為主 但這些東西呢都管制 所以正常的廠商 所謂的中國要去下單 買不到 但很多呢是經由 目前日媒的說法是 中共透過台灣的民氣 繞了一圈之後 去取得了非常多的 西方的精密的機床的一個設備 用來研製所謂的核子武器 這是今天日媒說的 但日媒說完之後 經濟學人這篇很重要 經濟學人我們在整個星期三 有跟各位附送過嘛 當時呢 他說共軍渡台難度 比諾曼蒂登陸還要更高 簡單來跟各位談一下 諾曼蒂登陸喔 諾曼蒂登陸呢 殷吉利海峽當中最窄的那一段 叫做多佛海峽 多佛海峽多大呢 30公里 15萬人渡過所謂的一個30公里 又請你知道傳用幾艘嗎 幾艘 15000艘 然後呢 第一批所謂的空降部隊 他們是先砲擊 砲擊完之後空降部隊下去 空降部隊完下去之後呢 開始整個海面的一個登陸 他們的整個作戰程序是這樣喔 那我問各位 台灣海峽最少多少 200公里 200公里 30萬人要渡海 我問各位怎麼渡 所以呢 經濟學人說嘛 共軍渡台 難度比整個諾曼蒂登陸還要更高 為什麼還要更高 三十萬人要吃要喝要用 我們不用舉最簡單的最近的尾巴 最近的整個以色列不是集結了三十六萬大軍嗎 對 又請你知道一天單單吃跟用花多少錢嗎 多少錢 八十億 八十億 所以他們算過嘛 這場戰事拖下去 隨隨便便都要花一兆六千億的一個台幣 今天以色列政府特別說了 不要忽視整個尾巴危機 他看是一個小戰爭 但這個會對以色列的經濟影響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後面彭博社才說嘛 彭博社最近訪問李顯龍 為什麼要訪問李顯龍呢 李顯龍要交班了 OK 其實幾歲了 之前第一次交班的時候 因為繼承人 後面承接那個人中風 所以呢又跳了一個最近是黃勳才 黃勳才跟台灣關係非常好 好 那目前的李顯龍他就說了 中共不會輕率的來做整個攻台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呢 難度很高 花費很大 而且會用掉很多的人命 而且不見得打得下來 但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中共有一個非常大的致命傷 什麼致命傷 就是高級統治 高層的統治階層 這些將領們現在一個一個在被抄家 之前不是整個所謂的太空軍被抄家嗎 對 抄家抄完之後 抄到所謂的裝備後勤部嘛 最近在抓空軍 哇從火箭軍抓到空軍去了 而且抓空軍呢 一抓大家嚇一跳 為什麼呢 想不到習近平真的要斷自己的左右手 現在談一件事情 習近平這張照片很久以前 這張照片是三四十年前的照片 習近平那時候還很年輕 還很年輕 那個時候呢 許其亮跟丁乃航 一向是被視為習近平的空軍的一個左右手 兩個人也分別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當過空軍總司令 最近丁乃航不見了 不見了 這次不是整個北京在開所謂的國防部長會議嗎 丁乃航整個不見了 不見了呢 大家說丁乃航出事啊 為什麼呢 又起工程貪腐 工程貪腐 所以我在猜應該是蓋機場啊 或者是做什麼空軍的一個所謂的設備 他有一個工程 我們做那個公共基地工程那個工程 工程貪腐 那重點是 丁乃航是很重要的一個人耶 為什麼呢 因為丁乃航是習近平三十多年的兄弟 過去就是靠這些人喔 那各位你仔細去想一想 習近平接班 他現在已經到第三任了嘛 他打破了之前的一個規矩嘛 結果打破之前的一個規矩之後 現在外交部長外交部長出事 國防部長國防部長出事 空軍最依賴的兄弟到現在他自己都辦 貪腐的一個風暴 一路從火箭軍從裝備部 現在一路燒燒燒燒到整個空軍去了 那過去花了那麼多錢 問題到哪邊去了 但是現在問題很大啊 為什麼問題很大 因為一台整個潛水艇會下去 裡面五十幾個人全部死掉 到現在還講不出原因來啊 解放軍到底能不能打 解放軍到底能不能打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現在美軍要打 為什麼美軍要打呢 美軍現在呢 他們很多人都在擔心嘛 全世界的觀察家都在看 到底美軍能不能夠負責 兩場以上的一個戰役 美軍跟你說 我們準備好了 先來說 目前這個叫做美軍的陸戰隊 陸戰隊呢 現在呢 他們說陸戰隊要從整個 美國派遣出來 花太久的時間了 所以呢 要反制中國的一個威脅呢 美軍要成立所謂的 小型的地面部隊 這個小型的地面部隊呢 散布的非常非常廣 從日本 韓國 泰國 印尼 菲律賓 他沒有講台灣 但是隨時都可以出現在台灣 會 靈活部署在太平洋的 各個島嶼當中 他沒有針對國家 他說 只要哪邊有問題 第一個 空軍先到 空軍先到之後 整個陸戰隊馬上就會到 好 做總結 三中箭能不能打 很簡單 奶媽打掉就好了 你補給劍沒有了 他們就沒有油了嘛 就沒有油了 那就後續的一個狀況 當然他現在拳頭出得很輕 但 中國解放軍 到底出了什麼事 現在 習近平 連他的兄弟 丁乃航都砍掉了 不過解放軍 最近在台海的這個動作不斷了 那你要是問這個台灣人 你贊成武統嗎 台灣人絕對第一個膝蓋反應 就告訴你 當然不贊成 我們要和平啊 但是 這個問題去問了這個 可能會被列為民眾黨不分區名單 當中的中沛徐春英 他竟然答不出來耶 為什麼答不出來呢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 基金黨的發言人 到台北地檢署去告發 徐春英涉嫌違反國安法 他們理由就是要呼籲檢調查明 徐春英多次到中國跟官方會面 多次參加統戰活動 多次發表統戰言論 背後到底有沒有中資的介入 而且這個 時事評論員李正浩也爆料 2023年10月13號 不過最近一個半月的事情呢 這個徐春英才去出席了統戰部 所辦的音樂會 這個 不要跟我講說這些辦單位 有什麼上面大大的字嗎 就是交大統戰嗎 而且呢 這個 當民眾黨反擊之後呢 李正浩再爆料說 2018年徐春英不止 他還參加了 由中共統戰部支持舉辦的 兩岸婚姻家庭常文化研習班 在這個研習班上面 他就說對國家的認同 對身為中國人的自豪不會變 在中國他是這麼說的 然後呢 同年徐春英會見了雲南的台辦主任 他更說 我們一定會教育好我們的子女 他子女在台灣 教育他們什麼呢 增強對祖國大陸的認同感 增強對我們民族文化的認同感 他是對雲林台辦主任說的 那當然是加強對中國的認同感 然後呢 2018年徐春英參加中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立的 全國台聯統戰研習班 這個研習班的口號呢 直接喊出來的就是四個字 祖國統一 這樣還不恐怖嗎 更恐怖的是 徐春英呢最近呢這個當然要幫自己辯護嘛 所以他呢這個頻頻的接受專訪 然後呢這個尤其是8號在接受廣播節目專訪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呢這個民眾黨的發言人陳志涵呢全程盯場 好那徐春英回答了什麼 這個主持人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他說如果有人要傷害台灣的民主自由時 你會反對嗎 這麼簡單的題目 徐春英說我聽不懂耶 這什麼意思啊 然後呢主持人就說好 那我就只講白一點就是 你是不是贊成中國武統台灣 然後徐春英就說 那這問題不是我這個老百姓能回答的 這個是兩岸領導人考慮的問題啦 那為什麼不敢講呢 好這麼簡單的問題 然後還反嗆喔 兩岸關係是外國關係嗎 是國與國關係嗎 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好啊 敢宣布獨立我就放棄中國國籍 那資深媒體人邱明玉說 徐春英接受專訪的時候 有一位營武者都軍 他就是科辦發言人陳志涵 陳志涵當天陪徐春英去廣播節目 還跟製作單位對稿子喔 說一個小時的節目 陳志涵就坐在廣播間 全程看著徐春英 如果只是基於道義相挺 因為陳志涵說嘛 徐春英遭了很多攻擊 你基於道義責任所以我陪他去啊 不代表說他已經確定 被提名不分去名單嘛 那如果只是基於道義責任 你還要幫他對稿喔 如果真有這種事的話 那這個柯文哲呢 到這個台南去開講的時候 那他更講啦喔 他說你看啦 晚上的空運節目我都不太敢看 每一台都在罵我 看到一半呢 連我都懷疑自己是共產黨了 還說呢這個只要住在台灣 愛台灣就台灣人嘛 不過他先前才講喔 台灣社會 對中佩還是有歧視喔 人與人之間 真的要這樣仇恨 不是辦法喔 然後後來呢這個 就改口喔 說呢這個 住在台灣嘛 愛台灣就台灣人啦 然後後來又說呢 台灣現在喔 不可能統一或獨立啦 既然兩者都不可能 那藍綠兩黨 亂30年是在亂什麼啦 還說 美方日方高層都曾經詢問我啊 台灣到底會不會戰爭啊 我就說理論上不會喔 可是會發生戰爭都是意外 那要降低風險呢 兩個原則嘛 一個嚇阻 一個溝通嘛 啊現在我們不就是 在做這些事情嗎 所以請教這個益川老師啦 你怎麼看 如果有人要傷害台灣的自由民主 你反不反對 這個聽不懂嗎 直接再問 那去講白 你這樣不贊成中國 無懂台灣 不是我的問題 那兩岸領導人考慮的問題 所以習近平說要打 你就支持他打嗎 這個不好回答嗎 那如果說 他不敢回答的這個 真正的根本是 搞不好你也不反對武統喔 那這個建立法院還不恐怖嗎 這個 徐春瑩有幾件事情是確定的 他參加了多次的統戰活動 這是確定的 在中國的認知裡頭 他就是一個樣板 這個也是確定的 他如果不是樣板 他去參加 聽演唱會 沒辦法多坐第一次 他的名字 也不是統戰的新聞裡面 這第二個 第三個他支持統一 這個也不用否認 第四個 他現在有中國籍 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要忘記 你叫陸委會教我 如果他現在沒有中國籍 他就說跟我無關 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中國籍 我現在是中華民國籍 所以你們不要再講我中國籍 我現在沒有中國籍 但是他叫陸委會教他 怎麼放棄中國籍 所以代表他現在是中國籍 這四個 那什麼東西他不確定呢 第一個 有人破壞台灣民主怎麼辦 他說 不確定 如果要武力侵犯台灣怎麼辦 我也不確定 然後呢 是不是共產黨 他也沒有患然的拒絕 為什麼 因為是共產黨 在中國是一種榮耀 他如果說我不是共產黨 不要誤衊我 再講我是共產黨 我就告你 小粉紅都跳起來 說怎麼樣 共產黨是怎樣 共產黨是侮辱你是不是 徐初音你講清楚 在中國共產黨是榮耀 你現在就在台灣說什麼 你要告人家 小粉紅全都跳起來 好 他講這一些不確定 什麼他是老百姓 是領導人要決定的事情 他可以這樣講 那民眾黨呢 民眾黨總要講一下你的態度吧 民眾黨 徐初音這些發言 從禮拜天的記者會 到禮拜四的接受廣播專訪 這兩次的公開露臉 旁邊都有陳志涵 禮拜天該記者會也有陳志涵 坐在第一排 那整場裡頭 唯一最突兀的就是陳志涵 因為幾場都總配叫記者 哪有一個陳志涵坐在那裡 他說聽看看 道義上來陪一下 禮拜四專訪他繼續去 陳志涵現在就是徐初音的保母 如果不是的話你為什麼要跟 你跟我們一樣聽廣播就好 你還要去什麼對稿子 代表徐初音講的話 民眾黨到現在都沒有反對 如果徐初音講的話 民眾黨有任何的質疑 早就跟徐初音講說 你不可以這樣講 如果我們要提名當部分區 你不可以這樣講 可是問題是 民眾黨有辦法跟徐初音講上 講上什麼話嗎 我覺得很難 為什麼 按照柯文哲的邏輯 第一個柯文哲說 這個不是海選的 這個不是海選的 他沒有來報名 這個也不是海選的 這個我沒有理 我沒有理 不然你名字都要去下BQ 但是我沒有理 我沒有理 我為什麼還要拿名字 我為什麼還要派陳志涵去對 因為有人把名字交給他 他說就是這個 柯文哲看著說 徐初音這是誰 我真的沒有了 我真的沒有了 人家說那次有嗎 他沒有辦一個外單有沒有 那個人主辦單位辦什麼 大江南北 那天你有去啊 你吃東西 他還在旁邊 你家裡問他 他還在旁邊 他還有演講啊 他說那是坐的 我怎麼會知道 那個喔 那個要做我們部分區喔 那就讓他子彈飛一下嘛 看他撞得住 結果現在 柯文哲的態度改變了 柯文哲的態度怎麼改變 一定有人跟他講 你不要什麼子彈飛 你給我挺到底喔 陳志涵給我從頭跟到尾 給我跟到底喔 就是要提名這個人喔 柯文哲說 好啦好啦 停啦 啊我就不認識他啦 好啦好啦 停啦 停啦 就是這樣啊 誰有辦法讓他 好啊 對不對 按照柯文哲的構成 柯文哲不是他就不是他 柯文哲第一時間的反應 最直接啦 他就真的不認識他嘛 但是為什麼陳志涵 從頭到尾都要跟 柯文哲跟民眾黨 現在在賭一件事情啊 我只要這個徐春英啊 反對他的人 沒有超過三成就好 現在反對他 就不反對他 反對他現在大概六成了 有人做民調都說 說很討厭 這徐春英那六成 代表上還有三成我 對他沒有意見啊 對他沒有討厭 對他沒有強烈說 不能讓這個做立委 所以如果有三成 柯文哲就贈到了啊 柯文哲的提名部分區立委 如果拿名字 這個可以叫 不要說三成 叫兩成就好 兩成人不反對他就好了 對柯文哲他就贈到了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 他這一攤 對徐春英的態度 他也開始這樣 都不會表態啦 他說好就讓他講 就讓他講 但是你身為民眾黨的主席 又是要選總統的人 徐春英這一種態度 你一定要表態 因為你沒有表態 連你的總統的選舉 都會受到影響 但是仁俊這個 禮拜二的時候 你是支持 徐春英列入不分區的嗎 你覺得徐春英 如果列入不分區 對民眾黨來講 這個不一定是好事嗎 你現在還這麼認為嗎 我應該要講清楚 就是我不是支持 他列入不分區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民眾黨他覺得 他可以列入不分區 你就把他列進去 因為民眾在政黨票的選擇上面 就會告訴你我支持我 或不支持 所以不是我支持他 列入不分區 這個要講清楚 第一個我認為 其實民眾黨 基本上應該已經接受 徐春英的說法了 否則他不需要再這麼多的 因為柯文哲不是只有說 讓他自己去面對媒體 而是他在不同場合裡面 有被問到徐春英的議題 而他都有做了回答 而且他回答的意思是說 不可以讓這些人 沒有發話語權或什麼 所以我認為基本上 他已經說服了民眾黨 現在只有一個就是說 民眾黨接下來要怎麼面對 就是說 因為徐春英現在在爭取的 其實是把這個 他希望列入到民眾黨 不分區的名單裡面 他真正要說服的是民眾黨的人 不是說服全社會 對啦在這個階段 他幹嘛也不是要酸總統 他幹嘛出來面對到大家 所以不是大家在這個階段 要不要支持他 是民眾黨先講 他支持不支持他就好了嘛 你四百多個都去海選 你有沒有把四百多個 通通拿出來全民一起檢驗 沒有嘛 所以為什麼他單挑徐春英 因為很簡單 第一個他有話題性 我剛才這個一川老師講的 就是說他如果三成的這一塊 不反對 就在這件事情上 沒有反對的時候 那很有可能政黨票他也會拿啊 這個人去投政黨票啊 那政黨票對於民眾黨來講 現在是重要的嘛 這是第一個啦 第二個我剛才講說 為什麼看起來民眾黨會接受 因為很簡單嘛 如果現在已經把這個事情 炒成這樣 然後大家高度關注 這些族群的 也成如民眾黨所說的 他們也需要被關心啊 他們也希望表達他們的聲音啊 結果到最後民眾黨說 不好意思喔 因為他最近上了很多節目 然後也被專訪 我們真的覺得他也不OK 那邊的那一群說 你現在是怎樣 是給我們裝傻嗎 裝笑為嗎 換他會回來反咬這個民眾黨 所以他絕對那個可能就不是 只有什麼三成六成的問題啊 那可能那一兵本來 他以為會拿到的票 可能到最後不見嘛 那民眾黨要不要玩到這麼大 可是我覺得對於民眾黨來講 現在讓徐春英 上這個火線有一個好處 徐春英什麼都能講啊 什麼議題都能講 統獨都講了啊 對不對 台灣如果獨立這樣 你看現在孫總統哪一天 跟你說獨立這兩個人 賴清德也不會說啊 豪佑儀也不會說啊 柯文哲也不會去說 但是問題是他可以說啊 為什麼 我把這個議題炒大嘛 獨立啊 你看看民進黨也要把獨立 反正我是中國人啊 我跟你講這就是差別 你知道嗎 就你如果從一個角度會覺得說 對啦 我的台灣又沒認同感我怕什麼 你今天罵這些 你今天講這些 反正你就是激起這些仇恨感 真的柯文哲說 他不知道說這個 說到最後大家很適合的 就乾脆都不投給你 他還要做這種操作 他一定是會認為說 這一塊他有得力的空間嘛 所以讓徐春英出來面對大家 很好談你知道嗎 下士對上士啊 對一個身分還不確定 我現在講的身分是他到底是不是 民眾黨不分區被提名人 到現在為止民眾黨都還講說 我還沒有確定喔 民黨還沒有一定在裡面喔 然後但是他卻可以掌握所有的聲量 哪一天沒有提到徐春英 罵他國家認同的 他自己本身的認同的問題 先問一下民眾黨接不接受嗎 如果你不接受他自始至終 沒有要把他拉進去 其實根本不用走這一段了 根本都不用走這一段了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一個 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裡面 除了柯文哲有聲量之外 你告訴我還有誰 所以剛剛這個 林桃口中的戰狼小姐姐 但他也知道嗎 戰狼小姐姐們 是代表柯文哲發聲的聲音嘛 現在多出了一個戰場 可以自己出來打 而且他對的對象都是賴清德 那你賴清德出來講啊 如果你覺得我怎樣 你就把證據拿出來 他們兩個level差 沒有貶意的意思 就是說兩個要競選的東西 是差很多的 一個還在政黨裡面爭取被認同的 跟一個要爭取全國人民認同 要選總統的人來比 這議題炒作得很好啊 就議題炒作上面來講 他是很有聲量的啊 所以我覺得對於民眾黨現在來講 他其實吃定了一個 國民黨在這議題上面也會尷尬 你要完全阻止嗎 你要怎麼樣啊 好你看馬上立刻就翻 你看你們四年前也有一個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不安全名單 民眾黨也有人就講 那我如果你們今天罵成這樣 只是因為他有可能是安全名單 那他如果在不安全名單 是不是就不用罵了 所以國民黨在這個議題上面 沒有辦法跟進 那對於民眾黨來講 他要拿什麼 你國民黨不敢說就等我敢說 所以原間這一批 可能支持國民黨的那一些人 他就轉過去支持民眾黨 那至於本來就不喜歡柯文哲的 或對這個議題不認同的 可能對民眾黨來講 剛才老師說啊 這六星 六星對來就不是我的 我後面拿那個三星三星 如果有很多大趴的來這裡 我就贏了啦 不過冠廷 就是這個徐春瑩什麼都敢說 唯獨問他 贊不贊成武統台灣不敢說 唯獨問他 如果有人要傷害台灣民主自由的時候 你反不反對不敢說 而且呢你還記得嗎 其實徐春瑩那時候 這個在中國帶了一個半月 回到台灣開記者會的時候 後我們大家嚇到他條理分明 對 然後談到什麼什麼 國籍護籍法的什麼時候 其實一般的中配會這樣嗎 然後他在回來之前 他是不是已經做好了完全的準備 那誰幫助他做好這些準備 你怎麼看 我先講徐春瑩這個議題 討論好幾天了 柯文哲加徐春瑩 不停的在說謊 一個一個被打臉 首先第一個 為什麼要一直說謊 在隱瞞什麼事情 第二個 徐春瑩回來接受專訪 是一連串的炸裂 這個炸裂的程度是 影響到了民眾黨 甚至是柯文哲的選情 核心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柯文哲到現在 沒有跟外面講說 對 我不會提名他了 現在的態勢 陳志涵陪著徐春瑩去上專訪 代表他們還在評估嘛 這樣子的一個忠沛 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是 中共的代理人 甚至一個有統戰思想的代理人 為什麼柯文哲要這樣護著他 我先講他炸裂了一點 他們別的列入不分區名單的其他人 黃國昌我們去護著黃國昌 沒有啊 他被法務部長也要重新考慮了 對啊 我先講他真正 受訪每個人不同的觀點 可是他觸碰到了 台灣人民的底線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主持人問他 你是不是支持兩岸統一 他迴避了 他說我只是普通老百姓 沒想過問題 所以他沒有去否認 或否定兩岸統一這一題喔 第二個 如果中國要武統台灣 他是否贊成 他也迴避 天啊 這兩題 台灣我相信國民黨的候選人 這兩題也都回答得出來嘛 是不是贊成兩岸統一 不願意啊 你是不是贊成武統台灣 不會贊成 徐委昨天講 連統派的紅袖柱都不贊成 不要戰爭 你徐春英居然不敢講 好先講結論 所以徐春英等於什麼 如果要講現在台面上 大家認識的政治人物 他是兩個人的合體 張安樂加吳施淮 徐春英就是張安樂加吳施淮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類比 張安樂你想像的狀況 他就是主張兩岸加速統一的 統促黨嘛 所以思想跟張安樂一致 吳施淮 他是不分區立委 不分區立委 吳施淮他有什麼效果 有什麼狀況 台灣人民如果再不高興吳施淮 我們也不能罷免他 因為台灣並沒有 罷免不分區立委的機制 所以如果民眾黨 真的提了徐春英 而且放到安全名單 而且他變成立法委員 就是張安樂加吳施淮 就是一個 我們無法罷免掉他的 不分區立委 而且他的思想是 兩岸要加速統一嘛 他回到台灣 而且看起來不反對吳同啊 對 不回到台灣 天啊 問是不是支持兩岸統一 他講不回答 那之前被發現到 他在中國的媒體 傳訪他是加速統一嘛 被問到 要不要武統台灣 是否贊成 他不回答這問題嘛 你連中國要武統台灣 你都無法大聲講說 我反對 所以我就講 結論就是他就是張安樂加吳施淮 他對台灣造成危害會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待在立委之後 我們是沒有任何武器 可以去阻止他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 接下來第二個我要講 為什麼柯文哲要不停的說謊 柯文哲說謊是要有成本的 柯文哲說謊是被打臉的 第一時間當大家發現 徐春英有問題的時候 柯文哲的講法是說 我沒見過這個人 不是不認識耶 我說真的 我給大家看真相越來越多了嘛 他是誰介紹的 他是謝立功介紹的 有頭有臉的人謝立功 之前民眾黨秘書長 直接引見他 介紹給柯文哲認識的 這個是有人介紹喔 怎樣你認識都不會過喔 你說你連見都沒見過 後來被一一打臉嘛 2019年你現在畫面看到了 原優惠 你看到徐春英的狀況 一步一驅走在柯文哲後面 他跟柯文哲的距離啊 我可以講說有點像是 這個他跟他後面的距離喔 比旁邊的賴香陵還要近 有人講說就像背後陵啊 一直跟著他一直跟著他 賴香陵距離還遠耶 所以徐春英在這場演會 跟柯文哲距離 比賴香陵還要近 你會說你完全沒見過他 後來被打臉之後 一個政治人物啊 從讓他自己解釋變成 哎呦 一個牙尖嘴利的人 被問到這個問題 只冒出兩個字 哎呦 哎呦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被打臉沒辦法回答嘛 因為徐春英對於柯文哲的 傷害非常非常大嘛 賴香陵距離還遠耶 所以徐春英在這場演會 跟柯文哲距離 比賴香陵還要近 你會說你完全沒見過他 後來被打臉之後 欸一個政治人物啊 從讓他自己解釋變成 哎呦 哎呦 一個牙尖嘴利的人 被問到這個問題 只冒出兩個字哎呦 哎呦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被打臉沒辦法回答嘛 因為徐春英對於柯文哲的傷害 非常非常大嘛 好 我們講完了 現在講完說謊 那徐春英自己也說謊啊 柯文哲說謊 是在掩蓋什麼事 徐春英你說謊 你在掩蓋什麼事實 徐春英為什麼會說謊 9月到11月他不在國內 開始大家討論這個人 可能被納入民眾黨不分區名單 而且講白了 這個訊息絕對不是我們憑空想的嘛 一定是民眾黨內部有消息出來 大家在討論這個人嘛 徐春英對外講說 我現在在中國 參加兩岸的家庭活動 就是個活動而已 後來被理事長發現嘛 不對啊 你去參加統戰的活動啊 你為什麼要說謊 統戰的活動你參加以外 不管是幾年前的 去代表致辭 還是說統戰音樂會 做第一排 拍照 站C位 然後被打臉完之後 在第二次說謊 說 哎沒有 我只是去音樂會 人家給我票而已 就這麼好 就這麼剛好 給你的票 你做C位第一排 拍照 上台致辭 給你的票 你可以之前去統戰的活動 直接在上面代表致辭 統戰部長 講完話之後 換你講話 哎呦 這種一切的剛好都放在你身上 就不是吧 你最後再看一個 中國的官方媒體 這兩天 這幾天來 所鋪排的風向 台灣在欺負中國級配喔 中國的官媒 跟誰講話一模一樣 柯文哲啊 他們現在想形勢一個 台灣的民眾 對於中配對陸配不友善 我講一個 我遇到的例子啊 這兩天我的辦公室有接到一個訊息 是我的選區的一個陸配打電話來 他說 徐初音不能代表他們 嗯 就是徐初音 你有辦法代表陸配嗎 你有辦法代表中配嗎 上官亂是怎麼講的 你 你不是嘛 他也是中配吧 你不是中配代表 你今天 我們所揭露的這些事情 你 充其量我的認為 你所做所為 你在中國的這些言論 你是中國的統戰的代表 所以今天討論問題是 你今天這個中國統戰的代表 可不可以進到國會 我們當然不會 民意不會支持嘛 而且這個學位怎麼看啊 這個 柯文哲說我們台灣社會 就是這個 對中配還有歧視 我們誰歧視中配啊 是徐春英被發現 他根本就是中國統戰部 對台的大咖嗎 因為不然他每次去那邊 都不但參加統戰部的活動 上台支持都是他 媒體訪問到的都是他 有這麼巧的事情嗎 好 那今天不管怎麼樣 今天這個 從民眾黨的這個動作看起來 到底是基於道義呢 所以才是這個 如果照邱明玉講的 那徐春英接受專訪的時候 你們還去幫他對稿 還去個全程陪同 所以你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是不是真的很有可能 列入不分區 那如果沒有列入不分區 但是現在讓子彈 飛了一段時間 那以柯文哲的這種 這麼精於算計的 這個政治人物來看 你認為背後 甚至他們真的認為 徐春英加分很多 柯文哲為什麼 現在會這樣 我覺得柯文哲 最好的方法就是 依舊把徐春英 列在不分區 的那個立委裡面 問題是他的名次 會往後掉 而且他出來講話 講越多我看他名次 會掉越多了 本來是安全名單 對不對 現在已經掉到不安全名單以外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覺得你看 一個一個人 可以帶來這麼大 如此的效益 他打的話 是直接一個素人 一個陸配 可以打到賴清德 可以打到你整個民進黨 可以逼你說 你到底要不要宣佈台獨 對不對 選政我們不是講說 我是蠻懷疑他是不是素人 對 你不管他是不是素人 反正現在就是國安單位 我叫國安單位不要再睡覺了 趕快去查對不對 那你現在你看 你民眾黨 我提了一個徐春瑩 他可以幫他打多少聲量出來 對不對 這對他的那個立委的那個什麼 不分區政黨票的話 政黨的支持度的話 是有利的嘛 對不對 因為台灣還是存存在的統獨的問題 那可是我剛才一直講說 為什麼他每次出來接受訪問一次 他的名次就會往後掉 第一個問題 我之前就罵過 我就講過 複查 那個八旗主板社總編輯這件事 事情的話 徐春瑩當初是什麼回答的 他說這個情況不了解 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能力去聲援 對不對 他那時候就真的裝素人 他什麼都不知道 我對這種政治議題 我實在是不了解 不敢去觸碰 好像小白兔 對不對 那你他說他未來 如果成為新著名的代言人 或許在中華民國的法律允許下 他可能會去關心一下 我可能會關心 對好那你說這個說法 鑽過給你動素人 動作你小白兔 對不對 你吃素的 那可是接下來 平秀琳的訪問的時候 問你武統的事情 我就講說 這個挑動到我的敏感神經 我一直覺得說 平秀琳問你這個問題 很簡單 那是做球給你殺 對不對 這個問題怎麼會回答不出來 我實在是受不了 他連支持和平 和平兩個字他都講不出來 我都覺得說你一定表態說 你喜歡台灣的民主自由 那你是享受 這個民主自由的福利而已 那你有沒有捍衛他的決心 對不對 平秀琳做這個題目 我說真的 你親在三個人來問 對 不要說我們愛疼 隨便抓個台灣人來 你願不願意人家武統台灣 對嘛 我真的聽到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不是老百姓能夠回答的 是更高層次的一個問題 是兩岸領導人在 那你是接下來 你除了不分居立委 你還想選總統 當兩岸領導人 我就覺得你這個回答 我真的是撞不住 真的 我昨天一直強調說 我真的在這個節目五年 從四年前的選舉 我就一直告訴你 那個武統這件事情 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學習台灣那是 差點又講出那個 對啊 真的啊 不是這個東西的話 你住在台灣的人 你應該就很容易 就回答這個問題 而且他不是住在台灣30年了 對 他不贊成中國武統台灣 你答不出來 1993年你就來台灣了 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 我說實在 平秀林真的也是一人 他問這個問題 讓你殺球 你竟然不殺 而且你要把球丟回去 給主持人 這才恐怖啊 我是覺得說 你說不過去 這個事情不管怎麼樣 你今天聲量出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搞不好他的部分區名字 已經調到安全名單以外 如果是這樣那幹嘛 還要派 陳志涵耶 發言人裡面的大咖 派他一路跟著 陳志涵搞不好他也不知道 他會這樣回答 或是叫他不要去幹對案 這有兩個可能性嘛 第一個就說你別說話 你 經常都說 你不要去回應 這回應出去了 你要得罪對案 123 那事情吃吃喝喝 這兩種可能性 否則會有什麼可能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今天要當部分區立委 你複查案子 你應該要對政治的情況 而且複查難道不是中配嗎 對啊 你嫁过来 你是女生嫁过来 人家复查是男生 过来娶台湾的女生 一样是宗配嘛 对不对 所以我都跟你讲说 这个说不过去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两个问题一垒加起来的时候 我是觉得徐晨英 真的不要再装小白兔 我就觉得说 你的心态有问题 对不对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 你如果要当部份区立委 你有一个忠诚义务 这个忠诚义务在这个地方 很容易表达的 你都已经把它放弃掉了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说 你有什么忠诚度 好那我再讲回来 其实我们刚才第一段 一直在讲到这个 这个蓝白盒 我还是要讲一下 那马英九今天的发言 说真的我真的要劝马英九 你要讲话之前 你真的一个前党主席 前总统 你要搞清楚 你知道蓝白盒卡关 现在卡关是在哪里 是卡在白营的主战派 我现在讲清楚一点好了 柯文哲在发布民调之前 前几天 他曾经派人去跟国民党高层协调 他跟你说蓝白盒的意愿 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我要保 为了要确保这个蓝白盒 合作的可能性的话 我暂且不会做任何动作 这是柯文哲亲自 派人亲自去跟国民党高层协商的 协商完之后隔两天 他竟然把那个三分民调丢出来 你觉得这种人可以有信心 可以谈吗 对不对 你根本就没有合作的意愿 那你马英九有没有全盘了解 我说真的 现在最可怜的侯友宜 鸭巴吃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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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叫你马英九弄一下 他现在要怎么 这个责任他当然要扛起来 那扛起来怎么办 我是劝侯友宜说 你已经到这种地步的话 你就开始 你要反转一个 不肯受检验的标签 硬起来 要币就来币 对不对 看是要怎么币 对不对 你不能把他拿科学魔法 还拿来币 对不对 我币一个比较 我说真的 给他 干脆就跟柯文哲讲 我一定要纳入哪三家 那个美日大电子报 一天就得 TBS 这三天我先算 出两天你自己选 这样的话我就跟你讲 你要反转这个局势 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你不敢受检释 这个标签贴上之后 我说真的 对你很凶的 不过请教林涛 我们从前面的蓝白盒 讲到这个 柯文哲挖国民党的墙角 国民党的小鸡 私底下偷偷去约他们见面 然后叫他们去给 这个朱立伦压力 不争气的小鸡 还真的这么做了 那接下来就是讲 徐春英 这个柯文哲也摆明了 我就是在挖 国民党的中配这一块 所以你们担不担心 柯文哲挖墙角 是无死角 目前看到这样子 在POP Radio的访问 我是不担心 为什么 不是 因为看起来主持人是要做球 让他洗白 就是说 那这个中国 你会战成中国武统台湾 谁都把说不可能 但是站在台湾主权 独立立场 谁会去说 谁要战争或武统 所以基本上 人家给你做球 然后你竟然可以 直接被球击中 所以我觉得说 非常傻眼 而且我们看到现场 这个民众党的主战派 这些小姐姐们真的很忙碌 一下要对外作战 一下还要去盯那现场 所以我们觉得 盯徐春英 对 非常的傻眼 可是我必须要讲 这个柯文哲主席 他确实是要 推徐春英来挖国民党的墙角 可是我为什么不担心 你不担心啊 我不担心啊 你看他表现的这样子 不是他去站专榜 你都没办法站在 台湾民众立场 你推这个不分区的名单 怎么会加分啊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呢 这个柯文哲也真的是 好有勇气 你看为什么最近 他的民调调成这样 两个嘛 一个是你操弄 这个蓝白盒操弄过头了嘛 第二个就是徐春英的因素嘛 让你的民调一直在往下 而且我说真的 一个关键 如果你今天决定 要把徐春英放在 不分区立委名单 你已经决定 直求对决战了嘛 反正我给民众 做认可就好了嘛 结果不是耶 你是三退耶 三次改变你的立场 第一个 你是说徐春英 是我这个台湾民众长 提出了不分区名单 结果被打爆了 打爆说没有啊 他是来参加海选的 他是自己来参加海选的 他自己报名海选的 然后讲报名海选之外 就说那你个人 来参加海选 你要为自己捍卫啊 不要只有我帮你捍卫啊 所以你看到徐春英 他是出来连开机场记者会 他在为他自己保守 这一个安全名单 这是第二个嘛 第三个是 他说 那个要出来防备的时候 哎呦 那就没回答了 所以你看到徐春英 他出来连开机场记者会 他在为他自己保守 这一个安全名单 这是第二个嘛 第三个是 他说 那个要出来防备的时候 哎呦 那就没回答了 拜托你讲了 哎呦 人家人家挖出什么 挖出你共同参加活动 而且剪头发的时候 人家站在你的左右手 而且你要把麦克风递给人家 这种东西是 我觉得很直白的检验 如果今天台湾民众长 真的说我要保障路配的权益 你大可提一些路配的权益或政策 然后呢你今天说 反正不管怎样啦 习到底 我就是要保证 徐春英能选到底的 不分区名单的安全名单 你不要退嘛 你退了三个 你就全盘揭没 所以我今天觉得说 我为什么不担心 因为国民党针对路配 或新著名这块 从过去朱主席推荐的林立禅 现在也在基隆 当这个综合处的处长 基本上我们国民党 对于这一块 还是长期的政策 长期的经营 长期的保护他们的权益 不会到选前 急就张的推荐一名 就要把他全部都收下来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一盘棋 柯文哲主席 我感觉下到现在 他真的是 骑虎难下 不知道怎么下车 好不过呢 这个讲到徐春英 我还是来看一点开心的 这个是这个台积电的创办人 张周谋 昨天货班李国顶奖 而且呢 这个黄仁勋还惊喜现身 但是呢很多人看到昨天这个场面 都觉得好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我们台湾这么小 我们却出了那么多 可以影响全世界的人 包括明宽 昨天讲的原来智慧行手 就是这个发明的人都在台湾呢 现在跟各位谈一下 昨天的李国顶奖 昨天大家算一算 尤其你知道那三桌人 总共身价多少你知道吗 超过台币两兆 超过台币两兆 包括了辉达的黄仁勋董事长 富邦的蔡明忠董事长 林白礼董事长 郭台铭董事长 王柏元董事长 还没有算台积电 他们家的这些大富豪们 好先来说 昨天黄仁勋已经开会 已经会已经到一半了 他突然间进来 大家吓一跳 他说他是连夜坐着飞机 带着太太过来 然后他现场说一件事情 他说他不认识李国顶 他当然不认识 他们两个差了快60岁 但是今天没有李国顶 没有台积电 没有台积电就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各位 哪来今天的一个AI 所以黄仁勋现场他就恭贺 他就说没有张忠谋 就不会有NVIDIA 如果李国顶是台湾的 科技的一个教父的话 那张忠谋董事长 真的是所有产业的一个教父了 这句话没说错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仔细想一想 手机你每天都必要吧 这么热的天晚上不开冷气 各位你睡得着吗 所有的家电冷气 电视电冰箱洗衣机 里面通通要为控制元件 这个通通都是台积电做的 很多人都以为台积电跟它没相关 先跟各位谈 从美国政府一直到全世界 台积电在整个各行各业当中 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那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晶片来控制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手表也都需要 那么黄仁勋呢 昨天特别他就谈了 他就说台积电 他创造了几个奇迹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D-RAM 对不对 D-RAM是一个大规模制造 他只有一个制程而已 台积电呢 他是针对全世界最顶端的 全世界前一百大的科技公司 都下单给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目前单单制程 超过一千种以上 但台积电他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是在于台积电他大小单都歇 他那种几万片的单子他接 你只需要一千五百片 特殊的那种卫星单 飞单单那种很特别 例如说我们很多的老飞机 那个都已经三四十年前 对不对 那个微处理器台积电也在做 然后第二个 目前除了订单可大可小之外 他说台积电的技术 今天没有台积电的技术 他们根本没有创造出 所谓的一个回答来 那台积电很多人都说 那台积电这么厉害 台积电真正最厉害的地方 是在哪边呢 先跟各位谈 台积电最厉害的地方 是他有了一个厉害的开门人 就是李国鼎先生 李国鼎 过去曾经当过台湾的财政部长 当过经济部长 后来他是当过所谓的政务委员 他那时候在做政务委员的时候 他从剑桥的物理系毕业 他的老师可是诺贝尔得奖拉赛福 但是呢他当部长的时间 大家吓一跳了 为什么呢 他第一个 他是一个超级业务员 台湾的所谓的加工出口区 他做的 那个时候去把美国的RCA啊 把整个菲利普引进来 也是他做的 甚至于连郭台铭的第一桶金 那个电视的旋钮 那时候引申进来也都是他做的 但那时候他觉得台湾需要往前走 1975年 他就去要让整个张忠谋进来 张忠谋那时候舍不得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张忠谋说台湾给我 二三十万美金的年薪 那个先跟各位说 这个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 是很大的一笔钱 但他说他其实那个时候 他在德州遗迹 有一个两三百万的股票选择权 所以他要等到那笔选择权到手之后才来 所以呢后来啦 张忠谋有一阵子 写信给李国鼎说 我不能来 李国鼎很生气啊 他说我们给你这么好的一个位置 你为什么不来呢 但为了这件事情 他跟整个李国鼎断交断交了三年 但后面呢张忠谋说 还好有李国鼎 为什么呢 他那时候张忠谋 推出了一个观念跟想法 全世界大家吓一跳 晶元代工 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叫做Intel Intel Intel是从设计 制造 封装 全部通通自己做 他不交给别人 这个叫做一贯厂 但是台积电说 未来会需要很多的一个分工 所以需要所谓的晶元代工 大家没相信啦 大家真的不相信啦 那时候不相信呢 连筹资都没有办法筹资哦 李国鼎 特别去卖老脸 去找了整个台硕的王永庆 去找了统一啊 去找了台湾的各大家族 好不容易把这笔钱 全部都补起来 才开了台积电 但是呢 很多人看到李国鼎都说了 李国鼎非常的热心 非常的爱国 而且他非常的一个青年 但台积电来到台湾之后 台积电过去的四十年来 创造出一件事情很重要 你知道是什么吗 诚实 对台积电他们曾经说过 我们整个工厂开立起来的话 最中心 他进门哦 先跟各位说哦 看到的就是四个字 这个叫诚信正直 那这个诚信正直呢 直接写在进门的一个位置哦 讲几个小故事给各位听 有一次呢张淑芬女士 他就跟张忠谋董事长 侃侃和谈 说说你看我今天 我有点想法干嘛的 张忠谋一看 你这纸哪来的 他说这纸 从公司拿的啊 他说你怎么可以 去跟公司拿纸呢 明天要把钱交给 整个公司的会计部 你拿几张纸都要给钱 这是很重要的哦 台积电他们最自豪的 就是他们的投资长 他们的财务长 他们的财块人员 他们的所谓的工程人员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台积电过去几年 投资了超过十兆 没有一笔钱 让大家指指点点 对干干净净 清清楚楚 这个是他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最近连日本人都吓一跳 为什么呢 日本人说奇怪了 台积电怎么可以 一年可以盖一座厂 那台积电呢 他说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第一个我们找来 最优秀的一个员工 那这个最优秀的员工 不是一来就叫他拼命做事哦 不是先教育 然后教育呢 我们从过去 所有的经验当中 累积了最多的一个学习曲线 我们希望你能够快速 正确而且要减少错误 重点是台积电相信员工 日本人做事 要层层的一个通报哦 台积电现场呢 只要说处长副总认为可以 可以授权给现场的人员 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呢 因为有的整个李国鼎先生 成就了整个张忠谋董事长 有了张忠谋董事长 我们的台湾孩子黄仁勋 今天才可以成为所谓的造员囊 这更重要的是 大家的生活都过得便利了 好我们要做结论 最近呢刘德映已经确定了 第一个放弃了整个龙潭的一个园区 一点4奈米的话 确定也会在台湾 但这两天消息特别特别的多 我们现在说 日本雄本二厂 日本政府又给钱了 又给钱了 这次给了很大笔 9000亿的日元已经拨下来了 然后希望 希望台积电去日本设的厂 是7奈米以下的 也就是说 7 5 4都可以 所以现在呢台积电未来会怎么走 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 德国目前100亿欧元 这个大概也是成型了 但今天台积电 目前期货盘大涨 发生什么事呢 台积电10月的营收 高达2432亿哦 比整个同期 增长了35% 历史新高 重点是三道光 哪三道光呢 第一个 苹果光 苹果现在3奈米已经做投单了 第二个 辉达的AI风 AI风的话 据传现在下个礼拜 会有三款的新晶片 会再出来符合美国的法规 符合中国的一个需要 第三个叫Cowars Cowars的话 明年要再成长一倍 现在他们被订单追着跑 但台积电端出了2432亿